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注射、微創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歡迎收看打破醫美妙思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臉部凹陷 前腐後臉越來越大 而且臉會更容易捶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多人會問說 我某些地方是好的 會不會補了以後越補越大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因為你補中一定體積是增加的嘛 但是會不會讓你臉看越來越大 其實這要看補尾 看補尾 還要看狀況 什麼意思 第一個 很多人問說補蘋果肌 或補法令紋 補他因為這些地方會不會也越補越大 蘋果肌補起來的時候 我之前有講過蘋果肌的專題 蘋果肌又分成外上跟內下 那當然如果你補在外上這個地方的話 他就很容易造成 你的顴骨看起來 變得更突兀 變得更大 然後 很容易讓你的臉盤比較寬 這樣的確有可能 會造成你的蘋果肌補完以後 臉變大 但是蘋果肌補 內下方這個地方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會讓你視覺有一個集中的狀況 那問題來 我們這個補蘋果肌 補這個地方 某些材質 其實補這裡 雖然你補完以後 視覺上看起來 裡面是變窄的 不會變大 可是有一些材質 補上 剛補上去的時候很好 可是要注意喔 聽清楚喔 6到7個月之後 卻可能會有下垂的狀況 嗯 喔 辦得好 對 像玻尿酸 脂肪 補來這個地方 為什麼喔 因為你看我們的臉 我們重點 他講話會這樣動啊動啊動啊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Gliding system 就是有一個滑動的系統 可以讓你做表情啊 可以這樣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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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為會滑動相對的你補東西在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他們是一個重量 特別像玻尿酸或是脂肪比較軟 這些東西他就有可能往下滑 所以補蘋果肌補在這個地方臉變大 補這個地方在視覺上 的確是反而是會讓臉看起來比較窄 可是要小心 6到7個月之後 是有可能反而會導致這個地方下垂 壓出法令文 所以我常常遇到有個人說 有意思跟他說補蘋果肌補完之後 法令文會變淺 我怎麼補完之後 法令文變深 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事實上是有可能的 特別是那一下子會掉到蘋果肌 補完以後 反而是有可能在6到7個月之後 他比較軟往下滑動 然後就造成他 再來第二個像我們補法令文 法令文這個地方補完你會不會看起來變大 不會 很多人說補完以後你會不會跟他補回 為什麼 其實有法令文的人這個地方看起來是 凹陷特別深的 把這個地方補起來的時候 他是讓你看起來變年輕了 不會讓你明年看起來變大 還有什麼地方很多人會常問說 補起來會變哪 太陽穴 太陽穴 補這個太陽穴這個地方 很多人說我這個臉會不會這樣補起來 然後臉還在碰他 其實是不會的 你看我們所有的瓜子臉 他一定是上大下小 如果你上面也窄的話 你的臉是零形的 是凹凹凸凸凸的 是不好看 所以你太陽穴把它補起來像瓜子臉這樣 包滿的太陽穴讓你臉看起來是瓜子臉 而不是讓你臉看起來變大 再來第四個 最常問到說補完你有沒有變大一個是什麼臉頰 這個我就要特別跟大家講 臉頰 很多人這個臉頰是凹的 那凹的時候看起來比較苦命 比較像苦瓜 大家都喜歡比較圓潤的瓜子臉 那這樣補完 有沒有可能臉 變大這個地方是 特別要注意的 臉頰我們在補的時候 其實臉頰這一區啊 我們把這一區分成前半跟後半 你補在太靠 側邊這個地方的時候 補在太靠近耳朵前面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臉看起來太遠 的確你臉會變大 所以我們一般在填紫 填 玻尿酸 這些東西我們在填臉頰下面這個凹陷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要填的太後面 太靠近耳朵 因為你填太靠近耳朵的時候 你輪廓這裡就會變遠 就像我這樣 我們這裡有專家甚至故意留一點點的凹陷 讓它看起來 臉頰比較窄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填起來 但問題來囉 聽清楚囉 但是你臉頰 這個臉頰補得太前面 太靠近嘴角 不知道什麼事 掉下來 過六到七個月 它一樣會掉下來 哇這非常的矛盾 對不對 所以大家聽到了 說像 法令文太陽鮮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蘋果肌 臉頰 很多人填東西 是為了修飾這些凹陷 修飾這些苦命的臉 可是這兩個地方 填多了都有 有可能反過來 會造成下垂 所以現在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在國外也是有醫學論文的 那這種方法有人叫LAG L-A-G 叫做 Biple-Filling Anti-Gravity Liple-Filling 那也有人叫做 Fed Transfer with Cranial Suspension 他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填這個地方 填這個地方 像比如說填紙 填玻尿酸的時候 我們擔心它下垂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 懸吊的方式 聽清楚喔 我說的是懸吊 不是埋線 懸吊的方式 不是埋線喔 那有什麼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填索我們在做填紙的時候 我們就很鼓勵客人在做的時候 應該是填紙連同懸吊一起做 懸吊跟埋線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集 以美衛生的 我們一般埋線 其實你看外面很多它埋線 它就是那個線 放在管子裡面 插進去拔出來 那個線就放在裡面 這個線呢 它其實沒有真正的固定 它只是靠導勾 勾住組織 那這種線它不是真正固定 最嚴格來講 它有點像浮在 你臉上的這些組織裡面 就這樣漂浮在這些組織裡面 它沒有真的很固定 因為它只是靠導勾 一旦這些導勾吸收掉的時候 這個線就完全沒有任何支撐作用 那懸吊是什麼 真正的懸吊 它指的是說 我們這個線 它有固定在很好的點 比如固定在一些 韌帶上面 固定在一些 頭上面 這個東西我們在做這個固定好的時候 它就是真的有懸吊 當它固定好的時候 我們再去填 脂肪 我們就可以避免它之後 嚴重的一個下垂 那怎麼做呢 問題是怎麼做 我們一般 是先懸吊完 再填 還是填完以後再懸吊 這邊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聽清楚 我強烈建議是先懸吊完 比如說我們先用八字圍鈴線 或是八字網狀線 我們把它懸吊上去之後 然後再填紙 再填紙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他這個地上 臉頰這裡凹 然後這裡做個一塊水面肉 於是臉看起來什麼 凸 凹 凸 凹 於是呢 他可能就怎麼樣 先去填紙 把這個凸 凹這個凹的這樣填起來 凸凹這個凹的這樣填起來 看起來的確比較順了 可是整個摸起來是鬆的 然後再跑來找我說 他想要讓他更緊要上體 那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上體的時候 你這裡本來填完以後 結果整個上體有一塗落在這 晚上變緊繃了 對 就堆在上面 露在這一塊 所以這個時候最好做的方式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反過來想 為什麼你年輕人的臉是 平順的掛紙 為什麼到一個年紀的時候會突凹 凹凹 因為本來夾紙墊 深層的夾紙墊 我不是說臉分三層嗎 深層的夾紙墊 他本來在這個位置 隨著黏黏到那樣 從這裡掙脫 掉到這裡來 於是這裡就脫到嘴邊 然後這裡就凹了 所以事實上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先把它復位 移回去 移回去之後 他如果還有一些凹的地方 我們再去修飾 用脂肪去修飾 那這種狀況下 他做出來的情況 才會是像眼睛那樣自然 先懸吊再填脂 就是我們所謂的LAG 是一種抗重力式的填脂 不然傳統的填脂肪 因為脂肪比較鬆軟 如果你純粹這樣填 就很容易 很容易會 七八個月以後會鬆滑 很麻煩 但是你有這種抗重力式的填脂 用先懸吊再填脂 那這種方式就會避免他後面的下垂 然後可以做出來比較自然 OK 了解 好的 想請問張醫師如果臉部填脂 要過多久時間 才能做臉部的按摩 這很常問到 一般是這樣 因為脂肪 脂肪怕幾個東西 怕什麼 不要貧固 怕熱 不要污污 怕壓力 不要揉捏 怕臭 煙 因為煙 那個泥骨 會導致血管收縮 會影響到血流的供應 怕什麼 怕減肥 然後減肥會小 減肥小 所以 特別像按摩很多人 那我提完自己會不會按摩 洗臉 清洗臉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是去做spa 或是去角色 或者是臉部按摩 我們一般建議 對那個因為用臉 那個會比較大的力道 那一種呢 一般我建議至少兩個月以後 甚至有時候只要三個月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脂肪一定比較穩定 那時候你做這些動作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可是在這之前的話 我建議大家先忍著 先不要去用 因為你想想看填紙 臉部填紙是一個很划算的東西 怎麼說 因為你很凹的人 你可以哇填起來就變很漂亮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 玻璃藥酸這類的東西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而且再來脂肪很持久 所以為了他忍耐兩個月三個月是很值得的 臉之後你就可以有漂亮的臉性 而且你如果又搭配用這種 抗重力式的填紙 這不是我瞎掰的 真的是有醫學論文的東西 用這種方式去做的話 你的效果又持久 不用擔心後面的下垂 了解 請問要先打音波 還是先埋線再打音波 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一般大部分的醫師 他們先埋的是淺層 埋完線之後 大概一年內最好都不要打音波 為什麼因為 那個線太淺 他放在淺層你打音波 那個音波能量容易反射的時候很燙傷 我自己的客人他如果要打音波 倒沒有 沒有什麼樣的現實 因為我們走的線道 是走比較深 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音波會有燙傷的狀況 不過 反過來說 其實如果你線拉得夠緊 其實也不太需要打音波 為什麼要花兩倍的錢 假設你今天埋的是淺層 這是皮膚 表皮 真皮 皮在脂肪 今天你的線埋在這層很淺 所以音波能量打進去 打到這個線他會反彈回來 就很容易造成標籤的燙傷 所以淺層埋線要特別注意 OK 今天就結束了 好謝謝 謝謝我們張醫師 謝謝 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 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